民进党今天在下星期天举行党主席选举 今天政策发表会先登场 前主席蔡英文和前高雄县副县长郭泰林 针对核四、党主席参选等议题进行审论 蔡英文特别强调 希望让两岸交流回归民主化与透明化 宣示重返执政 民进党主席苏贞昌与蔡英文、郭泰林三人握手合影 在一小时的发表会中 外界聚焦两岸关系 让两岸的交往回归民主化 透明化的常规 而不再被特定的政商人士垄断 而且我们的两岸的经济 必须从以前的个别的商业利益 导向整体的国家经济利益 这不就是叫中国照着来而已 不是叫他让你 以公平公正方式和台湾做生理 如果没有台湾政府 你要挤起来 不可以扔回归 另外对手提出进党主席选总统 蔡英文则说应该要视党员期待 也表达了重返执政的决心 看到这个执政者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自由化 造成这个社会的恐慌 造成很多社会的争议 耗费社会的成本 而大家都忘了我们有一个更重要的责任 就是要把我们的经济能够转型 如果我们经济转型成功 现在在越南的这些台上 他可以参加我们新的经济结构的建构的过程 要改变台湾 另外中共平拉拢民进党人士对于北京方面称 318太阳花学运之后 民进党在大陆政策的转型与努力 以付诸东流成为泡影 蔡英文的回答是 我觉得这个看法还是在一个浅层面的看法 那么事实上对中国 对两岸的这种关系的处理 其实民意是非常重要的 民意的支持也是非常重要的 蔡英文二度角逐当主席 因为舒贞昌 谢长廷的退选而胜算在握 如果这次拿下了党内高得票率 将对年底七合一选举计入团结强新增 新台湾爱电视陈慧莫 陈珍台湾台北报道